哈喽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奥特剧中,奥特曼化身为人间体后 就要跟普通人类一样在地球上生活 也正因如此,才让某些邪恶的人类有机可乘 人类觉得这是研究奥特力量的好机会 以幻想着自己能拥有这种力量 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让人痛心的场景 就比如雪鹿今天要说的这三个奥特曼 他们都被人类囚禁了 一,带拿奥特曼 奥特曼在保护人类的同时 要防止人类翻咬一口 有一点农夫救舍的感觉 其中,带拿奥特曼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人类知道飞鸟星就是带拿奥特曼的时候 并没有心存感恩 反而将飞鸟星光了起来 说白了,就是那些可恶的人类 想要得到带拿奥特曼神奇的力量 真是替他不知啊 自己辛苦保护人类这么久 到头来却被这样对待 二,赛文奥特曼 赛文也算是来到地球的奥特曼之后 第一个被人类囚禁的奥特曼 很多人都对赛文被囚禁的事情不太熟悉了 这主要是因为 赛文奥特曼播出时间比较早 很多人都忘了 当时猪星团还是奥特警卑队队员 只不过被宇宙人陷害了 说猪星团是宇宙人在人类中的间谍 于是猪星团就被关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宇宙人大举入侵地球 因为他们知道奥特曼已经被关起来了 还好猪星团后来变身成了赛文奥特曼 然后将铁闸门破坏掉哦 不然说不定地球早就被入侵了 不过这也让赛文成为了第一个被囚禁的奥特曼 3.Nexus奥特曼 熊罗觉得 Nexus绝对是中的奥特曼中被人类虐得最惨的一个 因为Nexus不仅仅是被人类关起来 还被人类绑在了一个特殊的机器上 而这个机器就是用来研究他身体力量的秘密 这些人类还真是贪婪 奥特曼辛苦保护人类非但不感谢 还要寄予他的力量 最后Nexus奥特曼的人间体积师者 就在人类的反复折磨下 丧失了变身成为奥特曼的能力实在是有些悲惨 不得不说这些人的做法真的是奥特曼寒心 还好剧终类似情况并不多 不然奥特曼们就真的不敢来地球了 好了 小伴们对这些人类的所作所为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鹿点个赞哦 想看更多奥特曼资讯关注我 抢心看 我们下期再见